都说新款的百年龄超级海洋机芯不好 帝多币弯陶瓷型真的无敌了吗 万表流行力 天书记得起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这是一个短视频平台上粉丝的提问 不知道咱们平台的朋友会不会同问 我特别纠结 不知道选哪款 我二三岁 都说新款的百年龄超级海洋机芯不好 但是确实颜值比较高 帝多币弯黑色陶瓷款 老厘式的姊妹品牌 硬件配置略低于老厘式 但是软件 也就是设计 完全是老厘式的风格 而且这种全黑陶瓷款 也是对老厘式的一种补充 自产机芯 METAS大师天文台精密即时认证 你懂的 如果找BLAKEON改装成全黑的话 老厘式不给售后不说 BLAKEON也不是省调的蛋儿吧 百年龄超级海洋呢 也是百年龄从历史上挖掘出来的款式 原型是slow motion 慢动作的潜水马表 撞色的设计 对很多看过的黑压压一片的正统手表的人来说 那绝对是眼前一亮 这台表怎么选 你们答案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都对 因为给定条件不同 答案就不同 很明显 它纠绝的是这两个维度 机芯和颜值 先看看万表都发测评小程序的结果吧 测评结果 黑桃石对梅花漆选哪款有数了吧 说明一下万表都发主要测评的是价值和价值相关的信息 比如性价比 对于那些懒得看测评过程的朋友 我们把测评结果折叠成了扑克牌 牌点比大小谁都会 如果把百年龄超级海洋改成地舵零浅呢 让两款地舵死杀一下 结果是黑头8对黑头10 地舵臂弯逃磁型真的无敌了吗 不一定 要看给定条件是什么 在万表都发测评小程序里 有几个功能 同级并列 同分并列 同价排名 说实话 这些功能是为了让用户不用看说明书就能看懂测评 现在看看同级并列有没有啊 没有 看看同分并列有没有啊 也没有 再看看同价排名 这个好像 哎等等 这个可以有欧米加海马性价比突出 测评详情页的右上表是显示性价比的 地舵臂弯是33比23 欧米加海马是37比23 欧米加这个品牌啊 属于博尔尼产区品牌 这个产区的表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在 反而在测评结果上呢 就是性价比高 要不怎么劳力士也把机器杖设在博尔尼产区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随便拿几款表试试 不管哪样 买车买表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如果只是单一的价值维度 超海也是不错的选择 壮色颜值的优势 皮实的机芯 品牌文化等等 各方面都不错 说实话 我特别能理解选了百年龄超海的朋友 知道自己要什么 如果要真玩机芯的话 百年龄的机器器实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把价值和颜值等多维度结合考量 或许还有 不 应该说 肯定有 第三选择 就比如说 下面这个D多 039 买表没有标准答案 维度越多 答案越多 所以当你希望别人回答这表怎么样 或者这俩表怎么选的时候 最好说出你的给定条件 OK 这三款表的PK就先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踊跃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下期见